2月3日 中国冠冕新华社 公告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 启动气象局局长庄国泰遭免除职务 时间点就在间谍气球曝光后 看似要照带罪高扬负责 但真的是这样吗 庄国泰指出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是在全省上下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 事实上庄国泰早在今年一月 就当选为甘肃政协委员 是政部级官员 反观气象局只是副部级 也就是庄国泰不降反身 北京选在间谍气球事件后拔官 恐怕只是眼人耳目 因为事件一开始 中方就宣称气球是民用性质 属于气象科研使用 但遭美方极落后 态度180度大转变 这次事件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 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 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痛批美方动用武力 却被发现 2019年解放军也曾动用歼10C 击落外国侦察气球 前后相比根本双标 飞行员通过目视发现 战机上方挤攻抵触 有一个白色球形物体 飞行员果断紧急处理 直至战机左翼导弹发射 白色气球瞬间在高空中爆炸 中国企图云木混珠 蒙骗国际社会 三年前出现在日本东北空域的 迷之气球 就被发现与这次的间谍气球结构大致相同 此外过去的报告也显示 中国对气球军用相当感兴趣 除了也被发现的两颗气球 美方官员透露 中国有一整队侦察气球舰队 足迹分布在拉丁美洲 欧洲与亚洲 若相关爆料为真 短时间内话题可能不会落幕 我先有关于这个气球的部分 先来请教范老师 因为刚才看到的是 这个中国现在拔掉这个气象局长 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要呼应之前 他们的外交部说嘛 这个气象科学研究啊 因为不可抗力之因素 所以也不晓得为什么 加国压会这样偏离轨道飞到 美国的领空上去啦 但是问题是 现在被查出来啊 这个庄国泰本来的这个气象局长 他现在其实位置叫做甘肃政协主席 他的肝是越做越大 那中国这一招到底涂的是什么呢 我想这招当然就是在掩人耳目啦 第一个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嘛 就是说他其实实质上 搞不好还是升官了 第二个气象局长 他就是在合理化 这件事情就是气象 就是说是气象气球 而且还说是民间的 那因为就是美国在发声之后 就打下来之后 他其实在这个礼拜一 就在召集了四十个国家的外交官 就是在解释公开讯息 那第一个就是在证明他不是民用 因为根据美国这么给的资讯 他上面打下来那个太阳能板的数量 就超过一般的气象的侦查 而且他已经有合理的问中国这边说 民用那你可不可以讲说 是哪一家民用公司 那中国拒绝告诉人家是哪一家 这不是很可笑吗 而且我们刚刚都知道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民用 所以就是美国是很清楚 告诉国际社会说 这个就是解放军的 就是明显军用 而且根据很多的情资 其实军用有他的道理 就像中国也曾经把人家打下来 为什么 他就是比轨道 就是说那个人造卫星 这些便宜好用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军用 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如果是民用的话 这个也明显违反国际法 因为中国现在的理由就是说 你美国把他打下来 违反国际法 刚刚我们也看到他说反应过度 那可是国际法 其实在1944年 一个所谓的芝加哥公约 就是针对国际民用的航空 那所谓民用航空 就是民间的飞行器 那这个很明显 气球就是飞行器 不管你是军用或是民用 那这个部分 中国就是签约国 已经在上面说 各个国家的领土上空的空域 就是那个控制权属于这个国家 所以你要飞入就是商用的话 要得到人家的允许 而且这个部分 不管是美国中国 或者是我们日本台湾 本来就有我们所谓的防空控制区 你未经允许进入的话 我们就是有权利把他打下来 否则刚讲 你看那个图片 这么大的东西掉下来 也是会伤人的 所以这个部分 从那么高的地方 对 是社会的一个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说那个中国这么做 拔了一个气象局长 就是在掩人耳目 继续那一套话说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的事情 就是说 对我们来讲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是说对美国的民心 跟舆论的感受 那我们萧美琴大使有讲 这让美国人民更能理解 台湾的受侵扰的感受了 为什么 那中国这边跨越中线 我们讲了半天 大家的感觉 这个台湾是在很遥远的地方 今天看到 这个气球 而且已经证明就是军用 就是在监控美国 飞飞飞飞了那么久 美国这样子容忍了 飞了一个礼拜才打下来 中国还在那边说谎 而且从国际法上 它根本就是个阿爸的国家 完全不理会 乱讲一通 所以这种美国人民 这种被侵扰的感觉 真的是 就像萧美琴讲的 更能理解我们台湾人民的感受 是他违反国际法 而且他就宣称 他视你违反国际法 是他侵扰别人的上空 那他就说什么民用 然后拒绝沟通 讲一堆 人民都知道 满口的谎言 我想他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说阿爸的行为 那相信美国人民会 更能够站在我们台湾这边 理解我们台湾 其实是已经忍让很久了 事实上是他完全违反国际法 而且必须联合大家 一起来制裁 没有错 因为刚才范老师讲到的 萧美琴萧大使 就是这几天回到台湾来 那昨天接受 大家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间谍气球这件事情 在美国社会 真的是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 所以现在美国的民众 可能更可以理解 我们台湾人受到侵扰的感受 美国现在有这个间谍气球 大家就紧张要死 可是呢智昌议员 我们在台湾 中国对台湾 那三不五时就派军机来绕飞 现在美国人应该很懂我们的感受 是啊 当然啊 因为从一颗气球 其实美国最向往就是民主自由 这个人权 所以说当一颗气球 而且刚刚那么多的这些 这些专家其实大家都有说到 我想他其实很明确 他就是这个军事用的气球 如果真的是气象用的气球 说实在话 在现在美中双方 不管是拜登也好 或者是习近平也好 双方都希望能够用竞争取代对抗 大家一起来把经济弄好的 这个前提底下 说实在如果你是民间用的 或者是气象用的 你就事先可以沟通嘛 避免不需要的误会 没错 对嘛 但是你一方面也不沟通 事先不讲 那二来 那我想美国国防部也 也急着跟你沟通 到底那是什么东西 你到底是我们要打不打 因为包括我想整个美国国防部 要击落这颗气球 都有一套SOP嘛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 跟我们过去看了一部电影 叫恐惧的总和 其实大家都在等 等到底什么时候 会会要按下那个钮 要来发发动嘛 那我特别要谈到 就是说我我我我关心的是 他是军用气球 那到底是谁核准 让他能够升空的 我想军事委员会的主委 包括我们就习近平 他会不知道吗 如果他知道 那我觉得他是拿石筹砸自己的脚 因为一方面他希望说 不要再跟美国对抗了 因为这几年的经济 因为疫情 说实在他其实内政的部分 已经很艰苦了 所以说他不希望 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缓和 但是如果习不知道 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那代表他的领导 有有有还是有问题 包括过去习近平在中国的过年期间 其实都会到各省去去去关心 去跟跟这个人民同乐等等的 会有很多的媒体 但是今年很特别 是他过年期间全部都在北京 并没有出道离开北京 那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他内部有什么问题吗 那当然我也谈到美国的状况 我想拜登在这个所谓的国情之文里面 其实就淡苗亲切带过这件事情 那带过这件事情其实很显然 当然一方面希望持续跟中国能够沟通 二来其实美国这个在疫情 包括在整体的这个经济 也希望说能够跟中国有一定的这个 在经济上面的配合 否则大家认识其实大家都不理 所以说我想讲回来 这件事情 那包括谈到就是说 这个气球对美国人民的一个震撼 其实台湾人民每天就是受到这种生亡 对 只是 我们每天都受到这种骚扰 只是仍然有一群人持续的在关注 那我想这群人关注的 我想我们民主进步党很持续的 包括国家安全的角度 怎么样让台湾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大家又跟着这种生亡 不会这个军机烙台 甚至是当如果这颗气球在台湾上空 我想这个又是整个地方 大家人民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美中关系这么紧张之际 这个国民党的朱立伦 他居然要派副主席夏立 也飞到中国去 今天已经出发了 传出明后天 夏立言就会见到被称作是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设计师的王沪宁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关心 我派出三个代表来把你们料到 每个人两件 看哪一对输 要来了 要来了 暖身... 整个人变出来 两边不一样... 逼迹